陸軍269旅出動CM11戰車 揚起陣陣燕城 緊跟在戰車後方 是M88A1 擔任救濟車的任務 這是長青17號操演 回期7天6夜 24號一早在中部雲林 短兵接戰 回為6年的長青操演 今年著重在實戰化 來模擬各種情境 北部是桃園陸軍機部269旅 對上南部海軍陸戰隊99旅 上演戰車加上步兵PK裝甲車 操演其中一大重點 就是UAV無人機負責敵情偵查 為了求證地面部隊沒有刻意管制交通 也難得讓民眾開車 經過假車部隊形成強烈對比 軍方統計24號出動8輪假車9輛 指揮車1輛 另外還有這台 不想要被我們殲滅 不想要變成一團血肉 就放下你的武器 高舉雙手 走出你們那不複雜的野體 新戰喊話車出動的目的 軍方進一步解釋 是為了勸敵軍投降 避免不必要的災害 針對操演狀況 國軍表示目前都在掌握之中 接下來南北兩軍交鋒 後續戰術 將由實軍團擔任裁判 依據雙方火力 決定往南或是往北進攻 TVBS新聞張崇敏 陳舒賢 徐祐祥 雲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